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坚持 当然也有可能有所谓的幸运之神来眷顾一下 那可不可以请两位来分析一下 你们曾经有这样有如神助的幸运的事情吗 宋院长先分享 郭老师 两位都好谦虚 我想因为我是一个因缘际会才会当医生 我原本是师大数学系的 对数学系跨行到中医 对那因为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呢 就是我爸爸出了一场车祸 然后呢因为没办法救治 所以我当时跪在医院的这个厕所 想说用我的性命来换取我的父亲的寿命 但是呢上帝没有听到 所以呢我就再重新发一次寺院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好的医生 来救济所有的众生 能够把这个人的痛苦 能够减到最轻 甚至延长生命 所以才有我去报考这个 报考这个中医师这样 那只有你是读大级的时候 我大四的时候 就是快毕业的时候 就是我那一年就还在属修 那我已经那时候是年满20岁 所以我还没有资格考中医师 那因为我从小就跟着阿公 比较熟的是阿公 因为阿公是草药师 然后又是夹骨骑又是妙柱 所以他身兼多职的 原来就有这么一点点的因缘 所以你学这个中医好像还可以 阿公会稍微指点迷惊一下 阿公指点的就是普通的草药那些 但是最主要是我考特考的时候 是因为有一个博士 就是在普利斯顿留学的博士外 就是我们的郑荣妍 郑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然后他也是卫生署里面的参事 他现在已经都走了 他也都常到美国去参加 他家里的party这些的 他最主要就是给我了一个比较好的 明确的中医的引导 尤其是用现代的科学去诠释现在的中医 因为中医这部分 做科学的诠释这部分比较少 尤其我又是学数学的 你知道数学是科学之母 所有任何的科学都脱离不了数学 而且数学最重要的根基是逻辑 所以所有的一切检验我都是以逻辑做出发点 不仅是中医我做很严格的检视 其实对现代的医学 他也很多上违反逻辑以及不科学的地方 我也一样审视 因为我们其实是为了人类的健康 为了人的寿命的延长 以及活得更好 活得更老 活得更漂亮 活得更年轻 来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做比较严格 比较严谨的审视 所以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的医学 我觉得都必须通过这些检验 尤其现在的医学 已经发展到非常进步的一个阶段了 我们不能再盲目 我们不能再像以往只有相信巫医一样 那我们也不能只有崇拜信仰 当然我们要用比较深度的科学来做检视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人类的健康 以及对人类的所有的贡献会比较大 那也就不枉我当时立下宏愿 要来当医生的目的 对啊 你20岁就考上这个所谓的 我20岁是当密医 那时候几岁才能考 22岁 年满22岁 所以我是在民国73年 以及1984年 我当时是一次就通过了检考 跟特种考试 所以有很多人误会我很天才 说你就一年就可以通过了中医师的检特考 那是千分之三 一千个人才能够获得三个 那你为什么能够在一年 这个就通过这种考试 你是天才 天才 天父毅灵 其实不是 因为我20岁就开始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已经立下宏愿 那我这个人就说到做到 所以我既然跟上帝发誓了 我当然不可以对上帝违约 所以我就马上就进行了 那时候我就报考文化大学里面一个研究所 他当时还是有一个中华学书院的中国医学研究所 当时就是跟着我的老师恩师郑容颜 郑教授一起学习 他是教我第一条经络 从经络的认识开始 我对人体的结构慢慢展开一种比较古老 而且又比较前卫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这个学习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有那个郑老师很用心的教你 然后你自己又立下宏愿 一定要认真的学习 所以才能够那么年轻就可以考上 好厉害 有千分之一 好那我们先听听郑老师有什么样神助的事情 我事实上我认识了这个宋和谦院长 他本身他除了是这个心血管的权威以外 他本身来讲的话 自己在这个太极拳也涉略了 我看有30年吗 没有我是民国大概87年 83年 他还会雕刻 还会用画 还会练制木材的那个精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真的是 多才多艺 对 天才啊 真的叫做天才 那刚好宋院长他本身对玄学也是很有兴趣的 也是有研究 所以讲到玄学部分 我们又回到命理 在紫薇斗树 这个画科这个心 他就是你命中的贵人心 那刚好我的画科在我的父母宫 父母宫就是长辈的仪式 还有就是出外 那我的这个八字里面 有一个天以贵人 天以贵人也就是讲 你这一生遇到什么事情呢 能够逢凶化吉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 跟人家合作 就赔了六十几万 因为我先出人嘛 那个时候帮人家排秀 排这个秀很特殊 而且他是模特尔秀 那模特尔秀呢 结果我支持了一个月 结果钱没先跟人家理 结果最后人家一个月 你要跑了 倒了 倒了怎么办呢 那刚好我合作那个人是一位 大我十二岁的大哥 那大哥带小弟嘛 所以他就帮我赔了大部分的钱 我就少赔了很多 所以你也遇到贵人 当然我还常常那个时候 也遇过一个就是三穷水晶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的安排这些 模特尔的这些出路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多岁而已嘛 那个钱很好赚 我帮我朋友忙嘛 结果就在那个三穷水晶的时候 我居然看报纸都被我找到 找到那个生意可以做 找到看报纸找到什么 就找到生意啊 帮他们找到一个出路啊 那当然啦 找到两个出路 其中一个出路就是赔了六十几万的那一条出路 所以啊 那个售六十几万很大耶 对 当然我那时候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我有曾经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被车撞过 而且那个时候我骑高压车 我撞到墙壁以后 我又弹回来 至少铺了我看有两公尺左右 你自己去撞墙壁啊 哎 计程车撞到我 然后我撞到墙壁又弹回来 然后整个车都烂掉 但是我真的是毫发无伤 然后我后来我这一生经历过来 我常常有时候会说 假如说时间能够倒流 我会不会要重新开始 以前会有时候 如果让我重新开始 我想要重新开始 现在我不要 什么意思 你想要怎么样重新开始 你会觉得说 你那个时候应该把握什么时机等等 或创造嘛 人我们就说 我们都最难知道就是早知道嘛 对不对 可是到现在后来 慢慢一些回馈开始产生 原来我过去的社会经验 跟过去的糟盗 可能我被误解 或者我误解别人等等的这些 所谓的不平等的待遇或什么 结果原来都是为了日后铺陈我 我成功的一个捷径 真的啊 就像我像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我跟宋院长 共同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这个通路商 做保健师币 他是我国一的同学 我从国一以后分开就没再见过他 因为他在实验班 我一直从普通班跑到就业班去 然后一别就四十多年嘛 可是居然四十多年之后 碰到这个同学的时候 他来协助我成立这个商务团队的时候 他就发挥了一个功能 而且那个国 我还记得国中说他是说他是被我霸凌的同学 我都忘了 你还霸凌人家 如果说那个时候是种到不好的因 那现在他碰到我 可能就是来复仇的时候 因为不但没有复仇 他还助你一辈之力 是啊是啊 我们彼此都能够互相合作 所以我这种例子真的不胜枚局 常常在国外就会碰到一个 很久没见的朋友 在国外哦 那是完全碰不到的 例如你在杜拜机场啊 所以我这一生好像应该是不能做坏事那种 做坏事 都会跑的 而且是在都会巧遇会被抓到 所以你说这一生逢凶化极 我就跟哥哥分享 在你的指挥 或者是你的这个化科心 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代表的那个就是你的贵人 当你八字的里面 含有这个天蚁贵人的时候 他也代表一个逢凶化极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都遇到贵人 我们遇到葛老师 然后哥老师在介绍宋医师 宋医师做贵人啊 宋医师做贵人啊 好 葛老师是我的贵人 邱文医师 好 其实我们的节目精彩的地方还很多 那我们就留待下回 再请宋医师还有葛老师 再来继续分享好吗 好 那今天就谢谢两位 跟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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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